我喜欢运动 然后 还算喜欢小朋友 好久没有来录这个综艺节目了 一个人带队的粉队领队陈丽农 一个被演艺事业耽误的隐藏运动员 独门崛起 快已奔跑 怪力跳高 超人俯卧撑 以及笑笑笑 第一名啊第一名啊 校队一个人带八个孩子 乐乐乐乐加油 不会说什么啊 自己孤立无援啊 没有队友啊什么 反而是一种 没有关系啊 反正就带啊 一个人就自己一组就自己一组 我能从旁可以辅导他们 比方说进行比赛 毕竟大家是一个队伍 要竞赛 对不对 那一定要有一个领导 来去从中协助他们 五位领队将用什么样的招式 来吸引孩子们组队呢 掌线欢迎 欢迎 好热情啊 这是浓浓 这是浓浓 这是欣欣姐姐姐 这一位佳琪姐姐 我直接傻眼 真的直接傻眼 哇 怎么办 最后一个人要带小孩 啊 他们非常的兴奋 很亢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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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浓浓哥哥 浓浓哥哥好 我要表演的是跳格子 跳格子 呃 谁比谁比这个箱子还要高啊 比箱子高的 你来 我 你来 来比看看谁比这个箱子还要高 我 我比这个箱子还高 好 那一会儿 一会儿就分这么高 好 好好好 回座位 小心啊 回座位 你们觉得哥哥可以跳上去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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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跳上去吗 我也觉得不可以 可以的话就可以进专业队了 刚到刚到还没跳高 好 厉不厉害 那我开始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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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酷 大家觉得还可以再高吗 可以 还可以是吧 可以 好 那我们再加一点点好吗 可以 太难了吧 好 好 加油 加油 谁比这个高 你比这个矮 你比这个矮对吧 那因为这个很高 所以哥哥要跳的时候 其实我也很没有信心 所以 你们可以帮我加油吗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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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呐 果然只有这种人间弹簧必杀技才能让小巨人们心服口服 初中的时候有参加过半个学期的田径校队嘛 那也是有到外面比赛的 对对对 那也是有一些小小的成绩 对 我叫什麼名字 iology 那待會見 拜拜 我覺得瑞娜可以來我們隊 因為我只有一個人 我剛剛其實有觀察到妳 妳很會帶領大家 我需要妳的幫忙 我想問妳一個小問題 妳粉絲隊是 妳是要一個人錄嗎 對 对 我只有一个人 你还是听从自己的选择 没关系 听从自己的选择 我应该做好选择了 因为哥哥解决都很好 只是因为 因为能弄哥哥他只一个人 所以我想都能帮助他 能帮助我是吧 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帮助你的 小队长 傻女人 麻烦你照顾了 谢谢 太好了 把你的领队接近了 领回来 来 我只注意到瑞娜 她也是最超龄 最懂事的 二话不说 我就是要瑞娜来到我的队里 因为我已经是一个人带队 我会更需要瑞娜的帮助 对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 请坐 你就是我的小队长了 嗯 我们是一伙的 是的 是的 我会希望瑞娜是队长 然后她也有这个能力来去组织 我都会从中告诉她说 诶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选一些 比较听话的 能够沟通的 诶 她也觉得她是这样的想法 那另外呢 她也选了自己几个好朋友 我觉得都无所谓 好 厉娜 这边的队伍队长是瑞娜 是 队员有果果 张硕 吴子欣 晕晕 树苗 维尼 安琪尔 芒果TV 芒果TV 这里是湖南长沙第一届小巨人运动会 即将开始 走了 走 一个人带八个马的粉队入场了 他們在來的路上 經過了艱難的投票 選出了隊名 瘋狂放棠小巨人隊 陳立農獨自帶領的粉隊 有半數都是女生 全員隱藏能力者 很可可在最後關頭改寫比賽 瘋狂放棠小巨人隊 贏了不棄奶 贏了不驕傲 雖然口號還記得不是很清楚 但是兩個人手拉手排隊入場 紀律很棒 果然是紀律委員陳立農帶領的隊伍 我宣布 小巨人運動會 開幕 小朋友準備好了嗎 劉翔 劉翔 我跟大家說個事情 劉翔 劉翔 劉翔哥哥呢 現在加入我們的隊伍了 他也會跟我一樣成為你們的領隊 所以歡迎他鼓掌 請多關照 不適應 因為 pré哥屬於就是 小巨人運動會發起人吧 那既然這個發起人的工作 雖然說沒有卸熱腦 但是開幕式結束之後 工作量可能就不會這麼大了 就順勢的把他邀請 加入我們的瘋狂磅堂小巨人隊 一起來當領隊 瞬間感覺到幸福 这里是小巨人运动会 田径比赛日的现场 今天的首个赛事 是4×50米接力 手机也即将在这个团体项目上诞生 领队们特意在赛前 为所有小巨人们进行一场示范 接力示范赛马上开始 粉队领队陈立农 他过人的身体天赋 在第一天就已经通过跳高 进行了完美的展现 相信大家都很期待 他今天的表现 陈立农领队呼啸而出 他身体前轻 不乎比前两棒选手都大 速度也更快 这个速度跑25米的距离 不减速极大可能会冲出折返点 减速 转弯 提速 一气呵成 他开始冲刺 朝着第四棒刘翔领队跑去 好慢 来看交接 好 好 陈立农和刘翔交接棒的时候 这时候出现了失误 掉棒了 你要路由 因为场地的限制 我也好久没有跑接力赛 结果就失误了 觉得很可惜 就 虐偎这么久跑接力赛 结果没有给小朋友 表现一个好的示范 还掉棒了 就所以还是挺抱歉 参加接力比赛的小军人们 已经在几点处就位了 我都看了他们跑 他们对跑步都是有天分 他们对跑步都是有天分 都是有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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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我没有到特别担心 开始冲刺 加油 加油 比赛手机即将在子队和本队中诞生 两人即将到达终点 冲刺 几乎同时过线 周京到底属于子队还是属于粉队 我们再来看一下 是张朔 张朔领先半个身位到达终点 恭喜粉队 我的本件小军人运动会第一场比赛 四乘五十米接力项目的第一名 加油 加油 第一名啊 第一名啊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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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没有想过是第一名 但真的第一名的时候 我都觉得 真的很很惊讶 而且很惊喜 然后整个人非常的兴奋 就是说啊 我们做的练习 是有意义的 而且他们也做到了 让他们感受到了 团队竞赛的乐趣 下面进行大领组跳远 项目比赛 有请第三跳 瑞娜 瑞娜 来哦 稳住哦 跳远项目里的头号种子 本队队长瑞娜出场了 好 顾虑是很高的 记得哦 跳的时候不要超线哦 像是犯规的 没有分数的 瑞娜准备好再跳哦 注意一下 这样子起吗 这样子起吗 对吗 好 现在来看瑞娜 她在调整呼吸 屈膝 手臂往后伸 没问题 没问题 发力起跳 她像弹簧一样抬了出去 稳稳落地 漂亮 好球 1.77 非常棒 打破了她的体测 1米75的成绩 这个成绩进入决赛 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是需要看瑞娜 在决赛里 还能不能继续刷新自己的记录 有请第四跳 瑞娜 加油 加油 瑞娜 本队队长瑞娜出场 她将决定 大林组立定跳员的最终排名 瑞娜 瑞娜准备好再跳哦 加油 加油 瑞娜超过的 只要她正常发挥 跳进1米7 就能为粉队 拿下第一比赛日子的第二个冠军 来看瑞娜 她闭眼吸气 尽量调动全身的能量 只为这一次的爆发 瑞娜会赢的嘞 她起跳了 弹空 风中动作太漂亮了 这个距离感觉要比预赛还要远 来看她的成绩 没问题的啊 厉害啊 跳1米8 没问题的啊 从泡泡的表情看 是瑞娜赢了 等等 裁判举起了红旗 什么情况 犯规了 犯规了 瑞娜被判犯规 太可惜了 这本因属于她和泡泡的王者之战 因为踩线了 她的成绩被取消 哇 她在起跳的时候 脚已经先越过线 然后再起跳了 啊 我能再来一次吗 再做一次行吗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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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瑞娜的运动能力非常强 所以是希望她再跳远 拿下一个芒果仔 很心疼 原因是因为她处理她失落的方式 并不是像其他小朋友一样 她需要安慰 而是她会到一旁去 自己消化 很心疼 对 怎么样 虽然说输了 不过我觉得没关系 因为我们的成绩 确实比她们好 只是我们不小心犯规了 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为什么我们再来一点 因为其实比赛的规定就是不能重来 我以前比赛的时候也是这样 她很成熟 她也超灵 所以她自己赋予自己责任感 这些事情其实她是不需要去帮人家做的 但她却做 来来来来来 那就再给我学 先这样子 我更疼 小心一点 小心 现在舒服一点吗 那我就这样子给你按摩 都拉着我的肩膀 我们玩手 搓车 一二一 一二一 真的 有感动到 很没有目的性的一个付出 一个很善良的一个行为 她这样子 在把手护直拉 但瑞娜 终究只有七岁 我其实心里面有点心酸 我会觉得说 这么小你就这么懂事 我小时候可能就像她一样 我的思维都会比别人前面一点 想的比同龄的人可能更多 但在以前的时候 我觉得这好好 天哪 大家都称赞我 讲我好成熟 当我长大的时候 我会知道我想了那么多 其实是让我内心更累的 但已经来不及 我都希望这些小朋友 他们长大长得慢一点 他们可以不要 不要一开始 这么一开始就 就有很大的压力 面对这些东西 可能自己我本身 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我 我也会希望说 自己 不要这么承受 不要这么早去面对这些事情 虽然说 虽然说 像瑞娜这样的小朋友很好 他们可以 相比其他的 小朋友 他们可以 做更多的事情 比别人做得更优秀 但是同时 同时 他们也 他们也 很辛苦 我希望 比方说像瑞娜这样 比较早熟 成熟的小朋友 不要去意识到自己 成长得太快 这样她就会 很享受这个过程 瑞娜现在基本上 应该是这样的 你最好的成绩跳远是什么 大林子 你知道吗 第一跳远 是一百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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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来吗 好呀 好 我想要告诉她 就是 其实比赛这种东西 对于现在 大家都还小的情况底下 我觉得不应该给自己 这么大的压力 而是我们应该要从比赛 过程当中 慢慢的去讲 跟出去 小心 不要二次发力 可以 我想要告诉她 不要把输赢看得太重 两米八不到一 对那 我们来超过两米八 而要去享受过程 对 享受那个进步 两米九十多 耶 成功了 只要我们在拿那个四百米的 好像不准备了 那你要你要拿第一名哦 好 可以吗 可以吗 只有你们知道输的感觉 才能赢 是的 没错 知道就好了 因为我们四百米要加油 知道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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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